下面這也是家屬要問的 這去桃園旭大溪警分局南亞派出所的原警李文藝 涉嫌撞死女大生桃毅之後 桃園地檢署3號清晨則是以逃亡之餘 向法院聲壓獲准 家屬提出了三大疑點 分別是死者的身份證件 當天晚上就找到了為什麼隔天才要還給家屬 以及為何拖了將近18個小時嫌犯才投案 是不是他的警戒高官爸爸有所動作 另外警方也只有告知家屬整個過程 而並非真相 檢警調查案發後 李文藝開著趙旭的車子逃逸 汽車轉搭計程車投到摩鐵裡面藏匿 此者家屬認為疑點重重 懷疑酒駕已經是被警察自己人給包庇了 車頭壯爛的白色休旅車 緩緩地往前滑行 停靠在路邊 另一個鏡頭清楚拍下 駕駛抱著受傷的5歲女兒下車撥打電話求救 但她並沒有報警 她的休旅車和一輛機車撞擊 騎士市民女大生 駕駛肇事之後居然只顧自己跑 事後查出她市民原警 肇事的原警李文藝當時開新車 在這女兒要去找朋友 欣欣如竹巴德一路 因為超車不慎撞上了王姓女大生 躲了18個小時後才到派出所報案 家屬痛批警方包庇自己人 當時也有懷疑是不是他有酒後駕車的情形 可是因為我們一直連絡不到他 一直到他大概兩點半 到達我們外設派出所的時候 我們對他做酒精濃度的呼氣酒測值的測試 結果酒測值是零 她是王姓女大生 照片中和三妹拍照 臉貼臉笑得好開心 還畢業 母親十多年前就故事 她身為王家大姐 像是個小媽媽一樣 照顧二弟還有三妹 坐在奶奶身旁 她又是個乖巧的孫女 特別喜歡逗老人家開心 家人一直不敢跟高齡的奶奶說 女大生過世的消息 直到紙包不住火來到醫院 老人家無法接受痛苦失聲 晚上她下班她幾乎大部分都是 只有她在陪奶奶 只有她一個人在陪奶奶 乖巧孝順的王姓女大生 事發當天到二伯的餐廳打工 回家路上遭到遠景一面撞上 事發現場她這樣撞上去 她跑掉 她沒有就是停下來 馬上就是打電話這樣子 這樣真的很不應該 也許那個時候她停下來 是不是姐姐還有希望 搞不好有可能 王姓女大生從小就愛畫畫 和妹妹說要開心的度過每一天 兩姐妹還計畫要開咖啡廳 妹妹負責煮咖啡 姐姐就把畫擺在地裡頭 兩人的夢想藍圖 因為一場車禍 遠景照逃 不僅無法實現 也在新年的一開始 痛失了最愛的家人